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撞发都毁了 头发 脸上 衣服全是蛋糕 最后只能下班去清理 碰到了粉丝还可爱的比了两个剪刀手 不得不说李怡童的脾气真的挺好 且不说这种浪费粮食的行为不值得提倡 要知道 这样突然间被摁到蛋糕里 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呛到 严重一点会窒息 而且很多蛋糕里都有支撑蛋糕体的硬物 扎到眼睛的先例也早有很多 更让人气愤的是 同剧组的男演员吴亚恒 在看到大家说 把李怡童的脸压进蛋糕里的行为非常不对时 丝毫没有认错的态度 直接说我按的 所以呢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的柳妍伴娘事件 当时还是2016年 柳妍第一次在别人的婚礼上当伴娘 所以还开心的感叹 自己是盘头好呢 还是批发好 随着婚礼的进行 伴郎们为了活跃气氛 就像找一个伴娘 把她扔到游泳池里失身 让大家乐呵乐呵 果不其然 被他们看中的就是当时人设 人气都不如其他伴娘的柳妍 她发现之后 第一时间就表示拒绝 因为当时的伴娘服是薄纱 如果遇水 一定会走光 可伴郎们根本不管这些 已经开始拉着她 准备强行推进水里 好在贾玲出来就场 才把柳妍解救出来 后面事情被曝光 作为被伤害的一方 柳妍竟然成了第一个公开道歉的人 并且之后逼得她不得不公开发誓 如果拿婚礼这个是炒作 那就不得好死 而此后 柳妍也被隐形封杀了 直到前两年的受益人电影 才让她再度回到大家的视线 幽默 玩笑的对立面 从来不是无聊无趣 而是尴尬 无理和冒犯 一开始是开玩笑 到后面就可能演变成霸凌 又有多少霸凌和言语骚扰 是假借玩笑之口 说是开玩笑 其实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恶趣味罢了